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到冷眼旁觀的時候 冷眼想和大家談談家超sir 究竟在早班上應該怎樣早班 為什麼要談一件事呢 因為現在很多媒體都在猜測 家超sir 會怎樣早班 過去林太的問責官員的情況是怎樣 我覺得很值得和大家在這個層面談一談 看看有什麼看法 冷眼你好 你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林鄭或者之前這麼多屆 回歸之後 香港政府官員的班子 的組成 就算分析一下之前是發生什麼事 導致效率這麼低 發出這麼多的和中央對抗的問題 然後呢 我就會再講一講 在未來這一屆 李家超 我給他一些意見 究竟應該怎樣做 剛才我講一講林鄭的時代的結束了 現在李家超就 就鐵定了是會做的 已經當選了 現在林鄭的時代結束 代表了 香港 政府 AO時代的結束 這樣就 回頭我們一定要分析一下 其實 之前我們經歷過兩個 女的 華德士的人 一個是陳方康生 她做到政務司 一個就是林鄭 林鄭做到這個特首 這兩個人有一個特點 都是AO上的 另外這兩個人 都是在社會福利署上的 那社會福利署上 是代表什麼微言大意呢 其實這裡也都解釋了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是這麼黃呢 你想回頭 最近剛剛 這個社工界黃 我們一向都知道 黃成點我們不做一個定論 但是最近呢 就做了一個調查 兩個月前一個調查 原來呢 香港的社工界呢 是有35%的人 是未打針的 未打這個新冠肺炎 那通常不打針的那些呢 除了是 我個人認為 除了是健康問題之外 一般來說就是 一般是黃絲 他都要玩東西 都不肯打 那 我相信 這個社工界 是不會有35%的人 都是健康問題 不能打的 如果健康差到 而打新冠打不到 應該回不了工 所以呢 這個也都解釋了 其實 在林鄭和陳芳生 徽夏呢 那些公務員呢 如果你要有路有運行 首先來講呢 你一定要是黃的 那之前呢 林鄭那一屆呢 就出了幾個 是受到很多人救病的 一些容官 出了名字 一個是鄭若驊 一個是陳曉始 那這兩個人呢 是民望 差到不得了 是說差不多 由他上任 到今時今日 快結束了 都是說人家都叫他不要做了 但是他一點事都沒有 是做到很差很差 那鄭若驊那些呢 是在黑暴事件 是沒有出來講過一句說話 未曾做過一個 律政司 應該要盡的罪行去盡 沒有盡過 每一次都很被動 被迫出來講話 有些人叫他出來講 他都不出 炸病又有 什麼都有 但是都沒有事 為什麼 因為那個大哥看著他嘛 那個大哥叫做林鄭月朗 陳曉始也是 每次呢 要見這個新聞界 要出來有些這樣的大會 他就好像一隻鵪鶉 那樣就站在林鄭月娥後面 一句話都不敢說 要他講的時候 都沒有事 為什麼 他們這兩個人做到這兩個官 不是因為他厲害 就是因為他夠不厲害 他不厲害 而且什麼呢 就是夠聽話 不會頂心慘 林鄭需要的人 不是需要一個厲害的人 在身邊 他需要一個人 聽話聽教 夠不夠厲害的人 就坐在這個位置 就站在後面 以狀聲威而已 這兩個人 完全能夠補充到林鄭的要求 所以就無災無難 到公卿 就是什麼呢 就是無驚無險 到五點了 我又想講講鄭月娥 鄭月娥有一個故事 相信大家記憶是由新的 就在2019年11月14日 他在倫敦出席特許仲裁學會的講座 遭到多名支持黑暴的示威者 就圍堵了 他們整班人高呼五大訴求什麼什麼 而且不斷就欲罵鄭月華女士 鄭月華女士在運練中跌倒 他事後發表聲明 表示當日被蒙面人推到地上受傷 已經報警處理 他表示左手腕脫膠 而且兼骨折 手部的神經有受損症狀 其左手未能正常活動 至少三個月到一年 好嚴重 所以當初他想著在英國養傷 兼請假 香港這麼混亂 所以他十大結果 到12月3日終於回香港了 他說回香港之前 曾經由英國飛往北京 作進一步的治療 那時候《金融時報》 英國《金融時報》說 鄭月華原本想辭職留在英國 但北京不准他辭職 下令要他回香港 事後不少網民稱之為 申請教主 諷刺其申請骨折 這件事 那麼小事而辭職 他不想面對這班人士 我們也知道黃仁 為了補身 或者補命 明治補身 明治補身 所以就做了這樣的事 結果也有回來香港 這是《金融時報》說的傳聞 他後來都沒有說 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又沒有再評論 但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2019年之後 他出來 媒體道 或者公眾場合 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在黃仁之前跟他先生 有些物業 潛建的問題 他都沒有出來再說 所以都是非常之低調的 律政司司長 是不是不作為 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是這樣 跟大家補充一下 冷眼 多謝你補充一下 其實 你看到一件事 其實 如果是林鄭的時代 用林鄭這樣的 去用人的一個原則 有什麼辦法 可以找一些聰明的人出來 沒有可能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個 你不要說林鄭不聰明 其實她都是聰明的人 不過這個人聰明了 有什麼意思 那 她 我才再說說林鄭 我只是想說一件事 基於 當時香港政府的內部 是在說黃仁充斥 因為那個最大的大哥 都是黃仁 那 又導致到 有很多事例 是做不到一個 香港政府應該要做的 一些的責任 首先 第五輪 這個 新冠肺炎 是死了九千多人 到今天為止 沒有人受責 沒有人要問責 那這個是什麼問題呢 你覺得這個第五輪 死了九千多人 如果這件事發生了 在 在中國任何一個省市 我相信那個省委書記 應該都下台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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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系統的人都應該都 人頭落地都 起碼都 鎖了三五七年 但是香港沒有事 但是他死的人數是非常嚴重 是死九千多人 這個是非常誇張的數 到現在沒有事 為什麼 原因就是 他就是主事的人 因為他救黃 因為 因為 林鄭 他現在臨走了 臨走他就 發揮他的那個 發揮他的那個 保護罩 罩得多少 得多少 現在你看到 他現在就快結束了 就快沒得做了 臨走他都還要搞一會 給這個 這個 段 段崇智 段崇智 都給他提前 是這個搞定的做藥 總之呢 他現在的態度就是 喂 你趁我現在 還沒走啊 還坐著這個位 你有什麼要做 你不要說 我保不了你多久啊 到時候呢 你操搜過後沒有聽到 現在不然分明就是這樣 總之誰搞你 我就不讓人搞你 我也不會有機會 讓他們出來 做這個問責委員會 問罪沒有的 好了 那些法官亂這麼判 也都沒有人問責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我說為什麼法律界那裡 沒有網管 之前有一集 六月飛箱 那個 元朗那個 那個 鄧先生 因為那個 白營那裡 這個白色白衣人 就找個童小打那些 那個王 進來元朗搞事那些人 他在隔壁那裡 站在一邊 其實都抓了 坐7年 OK 最近呢 有一個 咬掉那個 那個 那個 王議員 那個人 又是 黃到離太寶 那個人亂來的 那個人 咬掉他的耳朵 也要坐14年 為什麼這些法官沒事呢 因為夠黃 我說的 黃的意思就是反中 總之夠反中 就可以了 都沒事 搞到全香港 是垃圾山 垃圾海 沒有人都沒有人問責 整個香港都是吃烏煙漲氣 這個老鼠還行 都沒事 這個是不是應該吃環柱管 問責吃環柱管 問責吃環柱管 都沒事 好了 那 去年還是前年 就是這個 國慶 有人就 三點幾四點鐘就掛 掛那些 我們的中國國旗出來 掛了在路邊 未到天亮已經被人拆掉了 2020年 為什麼 2020年 就是前年 為什麼 因為他親中 好了 但是呢 到今時今日 國安法 出到今時今日 麻煩你出去香港 出去市面看一下 有多少黃色 黃色經濟圈 的餐廳 還在公園掛著 五大訴求 一樣還在掛著那些公仔 那間叫做 Chikiduck Chikiduck 那間 那間 在銅鑼灣那裡有個地鋪 好像很快就倒閉了 Anyway 總之他又去開張到今天 我今天我沒有下去了 那幾天我還在 都沒事 沒有人下去 已經炸過 但是我掛過中國國旗出來 都不夠那幾個小時 你吃蠻豬 就聰明了 都聰明了 就拆掉了 但是這件事情 現在那些人 亂這樣在 還在講 鼓吹這個5加1的人 五大訴求的人 講講香港人加油的 這些標語 都仍然沒有事 為什麼 因為香港政府覺得它夠黃 這些可以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沒有事的 好了 那我講講講這麼多樣東西 其實呢 如果我們新的 班子上來 我們要做到的事情 我認為 第一樣東西 就是要將所有黃色的東西 好像一壺水那樣 如果你拿著一壺水 整壺水都是黃色的話 你要將它漂白 我想你要侵下去的水 可能是要十壺二壺的水 你才能夠侵得到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那麼 你要令到它變白 你唯一一個方法 就是把所有黃色的水 然後一天就侵了一壺水 乾淨的水 這樣你就可以變白 嗯 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用這個 慢慢慢慢慢慢 讓它自然淘汰 或者讓它出錯 我們才搞它 或者之前已經犯了錯 我們就不理它 任由它 算了 用這個方式的話 那香港呢 就算是25年之後 都不可能變白 這個政府都不會成功 都不會做得好 所以我現在講的意思 就是告訴李嘉蕭先生 在新的這個班底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殺掉那些舊班底 那些湧原 那些 如果是在政治上有問題的 手起刀落 那手起刀落的意思是怎樣呢 我不跟你講那麼多 總之你就叫它不要做了 如果它是犯了國安法的 抓去坐牢 那就挽回這個香港政府 香港人 對政府的信心 那你說現在不是啊 到時候那些黃營都會吵 又說你又說什麼白色恐怖 那樣那樣 你不用理它去講那麼多 無論你怎麼恐怖 都恐怖不了 整個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正在做的事情 香港怎麼白色恐怖都不會開槍射示威的人 但是在國會生莊那裡 去年去爬進去那間議會那裡有個女人 就被後面那些警察開槍做瓜 嗯 香港我想都不會吧 所以你不用理它這麼多 就是一些人 他要說你 你請他吃飯 他有心理你 你請他吃魚翅 他都會說你也不是請他吃大包翅 你請他吃鮑魚 他就說他又不是四頭 你說什麼都有人說的 嗯 所以如果你做一件事 你害怕別人說你的話 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就做一些你覺得自己適合的事情 還有呢 正義要你去做的事情 你就要去做 所以今時今日呢 你手起刀落 將之前那些問責官員 其實哪一個黃哪一個藍 我不相信中央不知道 我亦都不相信李家超先生心裡無數 不要說他啊 我都有數 何況他們 所以呢 這個環境呢 就將這個香港政府裏面的黃色的 黃色的數 要一次過 手起刀落 清除了去 然後重申請過那幫 愛國的人 現在申請那些這樣的 政府班底 或者升一些那些人上去 第一 用人為財 首要就是外國 李家超先生 你本人就是這樣上去了 你是在說北區一格 由一個高級助理警務處長 好像你做了副處長 我印象中 就一直坐上升機這樣 上到現在做特首 這些就是什麼呢 就是用人為財 總之 在國家危難之際 你能夠出來 幫到這個國家 不顧個人安危 這些呢 就已經有資格 可以破格 是給一個大位你坐的 那將來下面的人都是 你可以告訴每一個下面 現在有志入是政府做事的人 告訴他們 總之 你講一些正確的事情 不是政府正確的事情 或者中央正確的事情 是講一些人不講的事情 OK 不是講一些歪論 做一些事情 完全是不講公理 不講公義的人 你做一些事情應該要做 愛國 絕對不會是可恥 我現在是抵禦外敵 我現在不聽英國人 美國人說話 有誰沒有的 我們是祖國 我們就走出來 這個你在18年 200年 500年之後 你都是屬於一個響當當 值得尊敬的人 所以現在來到這個新的班子 首先就要愛國 用人為財 舊的永遠手起刀落 另外呢 就要慎防漢奸和間諜 當你一發覺 最好是查三代 查五代 查一下讀什麼學校 查一下他家裡有些什麼人 出過什麼人 他的爸爸有些什麼人 這個一直都在做的 不過查得更深一些 或者這個人 他以往做過什麼工作 其實全部都是有積可尋的 現在你看回 那個立場新聞那裡 我不說過名字 立場新聞那裡有一個 被人在通緝的董事 我認識他的 他以前都是幫李嘉誠 在加拿大讀書回來 他都是幫李嘉誠做事的 所以很多事情 我不敢說李先生一定是黃 就是說一件事 首先來講 他絕對不會是偏中的 OK 所以每一個人 他都有一個的 history 他都可以查到 他進來做 他搞亂香港的機會有多大 這些都是 到佔於眉 防範未現 所以在接下來 有些人就叫做易請難送 尤其是你香港公務員的體系 就是炒一個人 就難過登天 我覺得 在香港政府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進去都很難走 除非你真是很離譜 那個難度差不多 就等於你咳這個有線電視那麼難 這個差不多那麼難 有些人過五關斬六張 總之很多事情就是 這些很過分很荒唐的事情 我們現在都要撥亂反正 所以既然現在 剛剛開始重新來過 就請一些 背景比較清白的人進來做 其實現在 都很多人說話 你聽他說話就知道 他是有愛國心的 尤其現在新一代 很多人都很厲害 最近做了幾個 做了立法院議員的男人 KOL 口齒伶俐 讀書 一定很厲害 又讀到金融系 陳榮 沒錯 有很多都是很高學歷的 只是很願意學習的 還有立場新聞 蔡先生那時候 現在都不知道去哪裏 都在被通緝中 我沒有說蔡先生 你沒有說 我說 我說而已 就是這樣 Anyway 這幫人 你想想想很奇怪 可以研究一下 當時理工大學 黑暴 居然 為什麼送一些物資進去那個 那輛車 會不會是這個 白街超級市場 這個都是有些啟示的 說真的 你能夠即時做到千幾二千個 成二千幾個 如果沒有記錯 的燃燒彈 你跟我計一計 要多少公升 的火水才能做到 電油才能做到 那我不相信 這個理工大學可以有辦法 有地方可以擺到 平均一個燃燒彈 一公升 一公升 汽水大家喝過 一公升 就一個燃燒彈 有二千公升的電油 你放在哪裏 你怎知道 那輛運輸物資進去 那輛車不是來運電油 有 當初有很多這些做法 在街上都被人拍到 在街上走來走去 然後就不知道去到哪裏 有這樣的可能性 當初還有很多事情需要調查 現在有沒有一步一步調查 很多事情我懷疑的 後來也會有一個答案 沒錯 要整治一下 其實有一個人我經常想說 不過有很多集都沒有機會說 今天我現在講到這個 未來這個政府的班子 我覺得都可以順便提一提 這個叫做唐英年 唐英年我以前 我本來對這個人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我覺得他都 就是有錢仔 都挺謙謙君子的 我最後將他類似 好像田北辰 田北俊那些人 家裡很有錢 很有錢 那些人 又肯出來從政也好 就是為香港做事 為社會做事 但是後來他選這個特首的時候 就做了一些事情令我很反感 他做什麼呢 就是他當時跟梁振英辯論 他居然在電視面前就說 梁振英在他們當時那個行政會議裡面 說過如果香港出現暴亂 那梁振英就說 其實可以出解放軍 就是這樣說 嗯 那我 第一件事 我覺得無可厚非 今時今日 如果你真的在香港失控 一定是出解放軍 怎麼救 你靠警察去 怎樣 人家找一條命跟你拼 現在那些軍力都不同 當時 梁振英說這件事是沒有錯的 我說一個公道說話 但是你違反了一件事就是保密協議 你做這個行政局的成員 你有一個叫保密協議 當時我記得梁振英也有說的 你好像違反了保密協議 嗯 嗯 OK 他逼梁振英說有沒有說過 我忘記了他回答他有沒有 如果我是梁振英 我有說過又怎樣 如果我回答他 我就說 我如果有說過又怎樣 沒有說過又怎樣 嗯 很簡單 有差 但是當時這個唐英聯 能夠做到一件這樣的事情 就為了這個選舉 就違反了一個他應該做官員 做議員的一些應有的守則 這個人呢 在我心目中第一 他很差 就是他本身那個人的思維 IQ很低 這個人呢 基本應該香港政府 或者中國政府 這個人 是一生不能再勞容的 因為這個人 有事 他就會出賣 出賣你的 會賣主的 就是你和朋友 一起出去滾 有一天叫了交 他會第一時間 走去跟你老婆 告你撞的 這些人 是不是應該要十千刀 嗯 嗯 已經是沒有了一個做人 最基本有的人格都沒有了 他當時這樣說 梁振英 他根本已經輸硬了 輸定了 他不輸的 好了 但是今時今日 竟然他有機會管操從來 做西九那個主席 就買了這些垃圾的東西回來 我想問他 我研究過 我看我沒有說錯 說錯了 你們可以糾正我 我覺得如果你做一個展覽會 展覽館 你第一 你買所有的展品 首先要有價值 什麼價值 你說什麼叫價值 什麼叫 藝術品什麼價不價值 都不是的 藝術品有工價的 梵高那幅畫 你今時今日 用了三個億買去 你幾時買出去 怎樣都值兩個億 有差 你買過達文西 買過這個 買任何的一些 一些 張大謙的畫 做展品 你不用怕的 其實是沒有虧的 可能擺了十年之後 你還會發達 那個展覽館 因為他會升值的 但是我到現在為止 我印象中 我看過 我了解過西九裡面的展品 我找不到一樣東西 到現在 有你告訴我 他用很貴的價錢買回來 不合理的價錢 好像我說的那個 那幅白色的畫 中間就做了一堆物 就有95%的畫 那幅畫是白色的 在中間找一些顏色 就畫了一堆物 那幅畫是三十萬 那幅畫 我看不到有一幅畫 他再賣出來 會有人出錢跟他賣 我找不到 可能有都不奇怪的 自己任何包買都不奇怪的 但是我相信 拿去展覽 拿去這個拍賣會 拍賣會 我都去過幾個 有時候有空 那些朋友去看 去拍賣一些酒 展覽會 我也有去看的 所以我都知道 哪些東西會有人出錢 有些人會出錢 現在你說的 你西九買回來的那些錢 用這麼多錢買回來的東西 我看不到有resale value 我看不到這件事 是真正的價值 還有那個 買回來那個人都傻的 你買回來還沒有人想看 都居然 買了一大堆的垃圾回來 好像買了一個 有一個檔攤來的 有一個日本的 有一個好像小販檔攤買了回來 好啊 如果這些東西 我不是說過一次的 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 就需要問責呢 是 問一下為什麼 他要用什麼基於什麼理由 把這些東西回來 嗯 要不要查一下他中間 有沒有收過錢呢 嗯 那這些這樣的 就是說真的 唐英年 我不認為香港政府 應該再委任任何東西給他 如果有機會給他 能夠再捲土重來 他可以 在和梁振英地悲的時間 可以將 大家簽到保密協議的 有沒有簽 我不知道啊 總之肯定你行政會議的東西 一定是要 當年為什麼 那些財政司的梁什麼 梁錦松 梁錦松 是的 時間說不多我名字 記不到各位 梁錦松 因為他身為財政司 提早了去買一輛車 那些人就說他有這個利益衝突 這樣他都黯然落台 其實這件事小事都不用恨了 對不對 他說我真的無心之失 因為我買了之後才有這個決定的 你這樣說 我不是決定了就我才去買的 但是那些人說 不管你說那麼多 總之你這樣做就不行了 那當時 蘋果日報就堆到它爆 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就不做了 這樣 但是如果這件事那個情節 比起唐英年在那個電視面前 說梁振英 在那個行政會議裡面 說過那些說話爆出來 那件事簡直完全是蚊子那麼小的事情 但是他今天 他選不了一件事 選不了 不是懲罰來的嘛 是你選不了的 但是今時今日 他能夠 香港政府給了一個這樣的位置去做 讓他可以拿出來 他又不是藝術家 又不是什麼 喜歡買什麼都可以 買什麼垃圾都可以 中間不知道 沒有什麼理由買回來 坐這樣的位置 那這些人 是不是應該今時今日 都要順手整治起來呢 不要再做了 香港多謝你了 這樣就OK的了 我印象中 我覺得這個委任 還有很多什麼 什麼 什麼 平等委員會 總之 很多很多 什麼 那些顧問的委員會 很多 馬會 很多的人 很多 那些都是無厘頭的 他根本都不是那一回事 是吧 當年梁振英做了一件事 這件事 都中生泥陷 實實我覺得 他很惹不惹惹惹了 他叫做 上個星期 華那個什麼名字 給他 他叫做 他叫做 劉武雄 劉武雄 是 他就給了一個幻想 他就以為 他幫他助選 將來他又運行 起碼都撈回一罐灌跡 結果 就是落了空 他想著 還要跟他說 叫他幫忙 連署也不要告他 結果搞到浪湯入獄 但是後來 結果他又怎麼樣 他坐牢出來 後來好像又上訴 不知道又怎麼樣 他現在有空無事 就在那個電視台裡面 在那個電台裡面 也好 怎樣也好 冷嘲而諷你 明針對 他說話是對人不對事的 你吹嗎 那你就可想而知 你請一個官員 請一個政府 有相關的人員進來 香港政府做事 就算是這些西九 這些展覽的主席 有些什麼大學的校董 校監 校監不會啊 校董 這些跟政府有關的部門 什麼禁讀委員會啊 這樣那樣 你請這些人回來的背景 你不查真一下 或者這些人 人品你不去查一查 喂 真是易請難送啊 你知道嗎 而且他始終有一個位 他都叫代表政府 某一個部門 某一件事 他出來 在外面 在那裡 招宜撞騙 你都很麻煩 所以 在這一方面 我都覺得 李家燒先生 在未來香港政府 去選擇一些這樣的 類似這些這樣的機構 慈善機構啊 或者一些委員會 都要小心謹慎 選一些愛國 還有人格 人品是有個保障的人才可以找他 也都要 第五呢 建立一個 客觀 客觀 還有可靠性的一些調查 是經常定性的定期 去平衡那些官員的一些表現 因為之前那些是廢的 為什麼呢 你想一下 他自己都在說 當然我們也說回頭 有些人 惡意 說給你低分 難道每個人給你低分 我就沒得搞嗎 我就搞過這樣的調查 他說你不行 你就沒得做 不是 我講的是 政府自己找一個 自己去公正廉名去調查 不要官官相偉 做得不好的事情 我們要具體告訴我 哪方面人家不滿意做得不好 你要改進的機會 但是一定要去 對這件事情 要認真 要不然你只有講字 沒有用的 現在香港 香港政府就是 很多事情 應該要認真 他沒有去認真 不應該認真 他就這麼認真 做什麼呢 都是政治立場 都是政治掛稅 當年 《蘋果日報》 就是說 是由差不多 十二、三年前 開始 你發覺他 以前《蘋果日報》不是那麼差 我很有資格講《蘋果日報》 因為我看了二十多年 所以你說你都不看《蘋果日報》 你怎麼知道 我就是有看 是從黑暴開始才沒有看 因為二十經驗 我好像亂了大樓的 那時候我沒辦法 訂這個網上版的 什麼什麼忽然一周啊 什麼飲食男女啊 那些這樣的 還有富刊那裡的那些 那些作家 我講得出這麼多個名字 我全部都講得出的 所以我很清晰 但是呢 到十幾二十年前 他突然有一天就轉了 就是以這個政治掛稅 他開始講的話 逢中必反 但是呢 再想回頭 其實呢 當時我只是不察覺 其實 由他開張第一天 他已經是有立場 是有任務的 你想想 當時說 逢親泛民說的話 他一定是美化的 是 逢親泛民做 他在那個議會裏面搞事啊 做些很離譜的事情呢 他永遠都不會 不會越彈去的 他不會講任何事情的 最多就是講兩句 但是無事就是美化 又說 李八方啊 周周不時都講 這個議員 一些家庭浪啊 講到哇 真不知多溫馨 這些是社會的動量來的 但是實際上他說的那些人呢 你曾經讚過呀 說的那些人呢 你想回頭 全部都是垃圾來的 嗯 那些這樣的公民 尤其是他最多 讚得最多是公民黨那些 那些那幫 那幫律師啊 那幫律師 就是我經常說的這個 賣國多位讀書郎 就是這幫賣國賊這幫人 那你想回頭 其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出現呢 就是因為香港就是承襲了英國政府 走了之後剩下的官僚的系統 這幫人是英國政府養大的 就算你現在說那些做了大官的 就算李家超那些都去過英國受過份的 每一個人在做升大官之前 都是有機會去英國受過份的 去不同的學校不同的系統 甚至可能有些去美國受份的問題 這個其實為什麼一定要有這樣的過冷可呢 為什麼一定要經過這個程序呢 有機會去了解一下 所以現在大家都可以看看 會不會將來我們去改變了 比如這些官員要再上一步 是不是一定要去牛津他佛呢 牛津劍橋呢 要上這些課程去這些學校學 今天還適不適宜呢 可不可以改為去清華大學受訓呢 我知道清華大學都有的 都有的 或者去這個北京大學 或者去這個中國的黨校 這個是必然要做的事情 有什麼可能你找美國的英國的這些現在可能是 是我們的敵人的國家的學校來幫忙培養 現在我們中國政府下面香港的官員呢 是說不通的 等於你現在找英國的法官來做我們的中審庭那些這樣的法官 其實都是不合理的 嗯 現在很多不合理的事情 大家至少先寫出來 你知道有什麼害蟲 知道有哪一個部門 有哪一個位子 要撿的 要撿的 寫出來 有五年時間 逐步逐步來 不要派人說 如果有人說你的 你就當他發瘋 至少呢 我第二個我不敢說 我一定在這裡支持你的 李家超 雖然我可能沒什麼用 我幫你都 大家都一定會支持的 我相信 我們對於家超sir 真的抱有很大的期望 說真的一句 大家都同意的 其實 現在的香港和之前 我們覺得今時不同的 很多時候都要有一個真切的改變 才可以令到香港變得更好的 交給你 一定要這樣做 嗯 沒錯 所以 接下來 我將今天的事情 我處理一下 最主要就是我的分析 就是我們要將 現在香港政府內部的黃色的色素 要手起刀落 將那些 沒得救的那些人 趁這個機會就換血 有些換不了的 都將那些頭子閒散 沒有給他們的機會 再出來搞事 那些貧責官員 可以拼掉他 直接叫他快點走 另外 那些政府委任的那些 其他機構 那些校統 一定要撿一撿去 中文大學那件事 上個禮拜已經說了 不要讓這些人再害這個社會 今天到此 好嗎 好啊 多謝你冷眼 感謝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 其實冷眼說得很有道理 未來的新一屆特區政府 我們必須要好好的支持他 還有很多事情要改變 這些改變 其實是 加超sir 所要去做的 一個非常任重而導演的工作 亦都希望他順順利利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記得訂閱戴慧sir的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 就廣告盡量看完他 多謝大家 好嗎 感謝大家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拜拜 拜拜